讲讲在加拿大4月6日有一篇文章 原题是《加拿大的恐华氛围,危险冷战政治的征兆》 原来在加拿大流行一个说法 是中国干涉加拿大的选举,甚至干涉加拿大的内政 加拿大的政客人们都露气冲冲 加拿大的主流媒体发布有中国干涉的新闻 各种华裔政治的人物在加拿大成为被审查的目标 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干涉的声音在加拿大是日益壮大和频繁 现在几乎在加拿大达到了狂烈的程度 就说是中国或者是华裔的人干涉加拿大的选举和内政 看回加拿大的安全机构曾经是犯过错的 就导致在加拿大境内一些人被错误了指控后来证实了 只用他们是恐怖分子或者是有些政治目的 只用他们遭到一些迫害 接着现在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加 反过来这些危言耸听在加拿大更加强 与中国越强 加拿大很多媒体或者一些政客就对中国人或者华人 在加拿大的华人 华裔的人更加怀疑 这些政客一直在煽动对中国的焦虑和怀疑的言论 甚至一些匿名的消息是没有确凿证据的 但是对于一些华裔的政治人物来说 他们的忠诚度也是不断地怀疑或者审查 令人在加拿大酝酿了一个黄和鱼 短土重来的一个说法 那些兜售中国干涉论的人 在加拿大原来很简单 他们希望普遍的加拿大人认为 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怎样可以保护加拿大的民主 不受到阴暗的中国代理人的威胁 我说过一次 他们的命题很简单 就是怎样保护加拿大的民主 不受到阴暗的中国代理人的威胁 在这句话里面有几个前提 第一个 有中国的代理人 第二 他们是阴暗的 第三 他们是破坏加拿大的民主 这些已经全部是假设了 所以这个问题才来到 怎样去保护 这种散布恐慌的言论 如果我们不质疑的话 对一些正常的华人在加拿大生活的 他们的生活 甚至他们的政治生活 一个合法参与的权利 是受到严重的挑战 现在西方 对中国是日益鸣派 暂时还是这样的情况 这个立场 不单止是一些 主流的媒体 或者是官场里面 现在在大众普遍的民间 开始 因为不断地 这些消息渗透 和洗脑 就慢慢形成了 有一个温哥华的记者 是一位叫王文宏 就说到 他已经见惯 现在 一些说法就是 任何 在加拿大发生的社会 和经济的危机 的问题 都是 用了 中国 或者孔华 这些煽动的 理由 来解释了 任何东西都是关 因为 有中国的事 来解释了他自己本身的 社会 或者经济的问题 加拿大一个外交政策研究所 发起这个目的 这个研究所 就是反种族主义的团体 最近发表了一个公开信 对这个现在出现在加拿大酝酿的 反华或者仇华的情绪 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他说 在加拿大透过家庭关系 经济活动 和教育经历 很多在加拿大的华语人 都是在香港 中国过去 不多不少 一定有些家庭的关系 在海外 在中国 在香港 在哪里读书 是很复杂的 难道 你要他们 划清界线 和这些 关系联系 是完全切断的吗 这是不可能的 那些是哪些 才是加拿大人 哪些是外人 这些界线 很难划清 但是加拿大政府 和主流的媒体 没有办法接受这种 复杂性 另外 美国主导的 现在 削弱 和孤立中国的 运动 或者这个趋势 在加拿大 影响力越来越大 现在 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 对中国 一些海外的活动 比如说 他有很多 开始 在外交上 动作 是多了的 中国 他们 也是无法接受的 真正的原因 根据 文章说 他认为 其实 因为 某些国家 可能就是 美国 他本身 是维护 他自身 他自己去干涉 其他人的 内政 或者其他地方的 国家 他本身要有 合法性 如果中国又做同样的时候 他必然 就是反对 而并非 对那些国家 比如一些南方国家 真正 是善意的关注 因为 他觉得 他的利益 和他的霸权 是受到挑战的原因 另外 就讲 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 有一位学者 说到 近来 在4月4日 芬兰 加入了北约 芬兰在4月4日 正式加入北约 瑞典 遲些 也应该会加入 但是 我们看看 北约的扩张 其实 也不是第一次 不断地扩张 有什么值得说 因为 冷战之后 北约的成员数量 不断地增加 也翻了一倍 但是 为什么 这位学者认为 今次芬兰 加入北约 具有一个 里程碑息的意义 原来俄罗斯 和芬兰 边界是很长的 如果 芬兰加入了北约 那俄罗斯和北约 直接的接触线 那里边界 是会加长了一倍的 但是这位学者认为 这个也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 瑞典和芬兰 之前 是长期 是一个中立国家的榜样 是他们拒绝 加入任何的联盟 为什么 现在会突然间 加入北约 分析两个中立国 他们所以中立的原因是不同的 但是几十年来的芬兰 甚至几百年来的瑞典 两个国家 和军事集团保持一个距离 这个决心是很强的 即是几十年甚至瑞典是几百年 都是坚定不加入 任何的军事集团 这个立场 和他们的原因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们和俄罗斯的关系 和他们也感觉到 他们自己本国的安全 本质的理解 所决定了他们是要作为一个中立国的 简单说 和一个大国为伦 最好就是不要不断地 尝试激怒他 或者去撩他 俄罗斯 或者当时的苏联就在隔离 所以他们 是采取一个 尽量中立的原则 就不去搞一个 隔离的隔离 瑞典的中立就是在19世纪初 在一些北欧强国解体的结果 芬兰的中立国地位 就是因为在第2次大战之后的结果 令到是这样的 芬兰和苏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 的关系很複雅 大家都知道 芬兰政府的适应能力是非常高的 他接受了对政治或者行动上某一些限制 比如说在军事领域和部分的政治层面 他保持中立 但是他这样做也有回报的 就是芬兰可以保住了他的主权 保住了市场 以及保住了他的民主制度 而且他和莫斯科还建立了一个 和苏联 当时的苏联建立了一个很特殊的 有利的经济关系 在上世纪40年代尾到90年代初 苏联和芬兰的关系 是有不同社会制度 苏联是社会主义 芬兰不是 是当时 竟然是成为一个 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 和国家之间 成功和解的一个典型的范例 芬兰和苏联的关系很好 虽然西方普遍认为 芬兰将部分主权 让给强大的轮角 就是苏联 他们认为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但是在实践里面 各方都认为 对这个现状感到满意 大家都觉得OK的 而且芬兰在政治上 一直都仍然是西方的一部分 当然 苏联解体之后 这个关系就画上去好了 到了90年代前期 苏联解体就引发了 芬兰的很大的经济危机 令芬兰在同一时间 苏联解体了 摆脱了政治上的限制 芬兰再不看 莫斯科的面色 甚至加入了欧盟 但是你不要以为有什么事 因为当时的俄罗斯 也是沉述和大欧洲建立 一个特殊甚至是一体化的关系 当时的俄罗斯是想 融入欧洲 其实是想做欧洲的国家 因此 芬兰和俄罗斯 那时候是很严格的 是天然的伙伴 2010年的后半期 双方 芬兰和俄罗斯 在经济和人民的领域的交流 是相当密切的 大可惜 现在的战争的现实 回归震惊了欧洲 瑞典和芬兰就立即放弃 以前中立不结盟的政策 加入北约 立即要加入北约 在当地的舆论也发生了 180度的转变 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两个国家 芬兰和瑞典对于加入北约 是完全没有辩论过 也不用什么咨询的 就是差不多一生 已经是很顺理成章 很缺绝地要加入北约 为什么 这个态度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这位作者认为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值得特别强调 就是有一个述語 安全化 安全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认为 这些国家和人 普遍将安全的因素 纳入到 从经济到人民 到所有的 进程里面 都是 将安全的因素放在里面 就是他们认为 加入某一个特定 特定的意识形态的群体 是认为是一种 比拒绝对抗 更加有效 去保护自己的那种方法 简单说就是 他觉得是有安全感 他加入一个强大的群体 就是北洋 这个愿望是压倒了 避免危险 成为目标 或者是战场 即是甚至他不惜自己是会 打仗 或者成为战场 这个这样的务实的考量 是被压倒了 他宁愿加入一个 强大的群体 一种这样的心理预期 这个本身为什么会有这么心理预期呢 这位作者就认为是因为在西方在冷战 胜利之后 出现了价值观 激进化的结果 普遍的欧洲人都是这么想的 很多人都认为 美西方认为 自己是历史正确的一方 当然 所以他的价值观就行先一切 其他 经济 甚至会打仗 他都不考虑了 就是 极端的一种 意识形态化 价值观化 他觉得自己是历史正确的一方 那反过来他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反对中纽 做了几十年甚至 瑞典几百年 中纽的国家 一下子就可以反了180度反过来 他的观点 是得到认可 原因就是 他现在是西方流行的说法就是 你难道能够相信一个 跟我们 在道德和倫理之间 是不一致的船上面的人 你信得过吗 反映了大家的想法是相当之激化 甚至是不考虑现实真实的情况 他们这两个国家 对政治 甚至是军事的对立 都是因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是绝对激化了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加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组比较慢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流畅的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 3181 3890 或者是用画面上的 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步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大家